近日,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光荣及导弹群洋舰瓦良格号,弦号011,在日本海进行了导弹和舰炮的实弹射击演练,瓦良格号虽已服役近29年,但仍然是俄太平洋舰队的旗舰。 其超过万吨排水量的庞大身躯,16枚巨型远程反舰导弹,64枚里夫舰的锤发远程防空导弹的火力配置,依然让人生畏,途中发射的P-500-N-12玄武延远程反舰导弹,射程约50公里,飞速2.5马赫,威力巨大,这是瓦良格号舰手装备的AK-130型双管130毫米舰炮开火, 瞬间热射瓦良格号装备的AK-630禁防炮开火场景,全舰共装有6座该型禁防炮,这是舰员在进行手工海图的绘制和测算,虽然现代导航定位系统,很先进误差很小,但这些设备失灵或被干扰,必要的手动技能,就能发挥关键作用了。 这是舰员在驾驶台进行目视瞭望,这是舰员在使用内部通话器进行通联,这是驾驶台方向往下拍摄的舰手AK-130型双管130毫米舰炮开火,瞬间这是从舰手方向拍摄的AK-130型双管130毫米舰炮开火,瞬间,这是从舰手方向拍摄的AK-130型双管 130毫米舰炮开火,瞬间,现在,俄海军的新型大口径舰炮型号,为A-190型单管100毫米舰炮,靠塔为隐形设计,射速据称为每分钟80发,射程约20公里,相对AK-130型来讲,威力肯定是比不过,但胜在体积小,而且颜值也高得多多。